沈万三一个劲地叫着朱虫疤 生怕别人不知道当今圣上是他兄弟 很明显朱元璋在人群中也认出了沈万三 但朱元璋并没和他相认 愣是把脑袋撇了过去 沈万三被士兵挡在警戒线外 脸上露出一丝失落感 心中怨气也犹然而生 老子帮你那么多 而你整部剧都在坑我 到最后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喜欢苏半成那张幸灾乐后的脸 说沈万三生意识越做越大 胆子也越变越肥 什么胡话都敢说 沈万三当然不服气啊 一路狂奔超近路来到一座桥下 卧槽 竟然用这么嚣张的姿势拦下当今圣上 锦衣卫脸上挂不住了 就问为什么要挡到 原来如此 但是朱元璋乃当今天子 也不能例外吗 沈万三又说你就是天皇老子 也要收购桥匪 虽然就只是一枚乾隆通宝 但这就是对他造桥人的尊重和认可 朱元璋已经忍耐到极限 他立即命人将沈万三押进大牢 天高气爽 晚上朱元璋和马皇后游太湖 看着这目不暇接的花灯 本来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但是朱元璋又整点幺蛾子出来 他看见一盏花灯 突然脸色大变 立即询问花灯人是谁 不明所以的画师还以为朱元璋要奖励他金元宝 马皇后问他为何动力 朱元璋却说这小子竟敢嘲笑皇后 当皇上的竟然脑洞大开 马皇后出身怀惜 而画中女子也正式怀抱西瓜 当时人都不知道朱元璋却说的这么信誓旦旦 画师真的是一脸委屈当了冤大头 天下看看 看有谁还敢对朱和皇后不计